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IG大叔 這間幸福早餐屋 在永和市很好吃的早餐店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點餐區在正面這邊 不過地址目前還沒看到 原則上他從Menu上看到的價錢 都是很平價的價錢 櫃檯下面這邊就有一些組合餐 原則上都不超過一百塊 真的算蠻便宜的 結帳區在右邊這邊 那可以看到這邊就是很忙碌 老闆全下 你們鐵板麵有套餐的嗎? 好,那我要四號餐 黑胡椒 我要半熟蛋 沒關係,我加一個半熟蛋 謝謝 冰咖啡好了 中的 中杯 阿對,謝謝 內用 來,謝謝 好,那 點餐區大致上就這樣 因為老闆有講說他不太想被採訪 所以 其實又是一個畫面不太多的地方 好,那用餐區在這個 製餐區的左邊這邊 然後還有蠻多桌的 好,這個是他們用餐區正面 好,那內用區大概有十桌吧 一桌四個人大概就是可以坐四十個人 牆上還有這個很可愛的小朋友畫 然後這裡也有 應該是小朋友畫的吧 然後這裡也有 第三張 然後這裡面有很多可樂罐的收集 應該是店主人的四號吧 然後中間這邊是有很多的娃娃 蠻可愛的 然後最右邊是有很多的娃娃吧 好,那這個就是這邊全部的Menu 因為它放在一個 一個袋子裡面喔 所以稍微會有點反光 我分上下半部來拍好了 就是有這個 元氣寶 船型寶 紐約貝果 漢堡 烤肚絲 總會 蛋餅 五四厚片薄片 原則上都滿便宜的 然後這個是下半部 蔥抓餅 鐵板 麵加蛋 燒餅 乳酪餅 單品食材 飲料 跟超值早餐這幾個項目 現在在這邊可以聞到這個 醬汁的味道蠻香的 那是有什麼秘訣嗎 這個也是廠商供應來的 廠商供應 好,因為那個 推薦我那個網友 他很喜歡吃你們家的 黑胡椒鐵板麵 因為我們這也是經過挑選的 對啊 就是廠商不一樣這樣子 對 他來就是醬包的這樣 對 喔 然後是烏龍麵這樣 對 嗯 好,蛋可以下囉 那在這邊就可以聞到 這個黑胡椒麵的香味喔 滿像西式餐廳的味道 OK 好,謝謝 好,那豬在永和的網友 你最愛的黑胡椒鐵板麵就好了喔 那我們先來嘗一看 這也是我第一次試這一家的鐵板麵喔 原則上看起來就是料很豐富喔 還熱騰騰的喔 這看起來就是這個 豬的整塊的里肌肉吧 應該是整塊的 好,現在肉排好像都比較流行 就是整塊的肉喔 已經不再流行那種合成肉了喔 那消費者也慢慢會 意識抬頭 就是想要吃這個真正的肉喔 好,現在嘗看 在這邊可以聞到就是 味道還滿香的 嗯 應該是有醃漬過喔 用醬油醃漬過吧 然後還有淡淡的五香粉的味道 雖然我說不出它是什麼醃漬的料喔 但是調味的還不錯 天天鹹鹹的還滿好吃的喔 有一點類似那種烤肉醬的味道 還不錯 然後肉是那種整塊豬肉 然後還可以吃得到這個豬肉的甘甜味喔 還滿不錯的 然後我說我要半熟蛋喔 嗯,它有做到我想要的口味喔 就是這樣嫩嫩的喔 我喜歡這一種 喔齁 那看起來是有雞蛋喔 有雞蛋才是這種比較深的顏色 喔齁,這真的很讚 嗯,對 是有雞蛋喔 但是我不曉得什麼蛋 好,那現在嘗嘗看麵喔 看起來好像是有加番茄醬 但是剛剛這個另外一個老闆跟我講 他們這個醬包是 廠商供應的喔 所以也就是這個醬汁不是他們做的喔 好,但是剛剛我在那邊聞到的味道的話 是很像西餐廳的味道喔 好,是屬於細麵的麵體 嗯,口味很好 不會過辣喔 然後這個黑胡椒香氣也蠻夠的 應該是應該啦 有用奶油炒過這個洋蔥吧 然後再加上這個胡椒粉去燉煮的味道 應該就是標準的西式的黑胡椒醬的做法 嗯,蠻好吃的 好,祝有人有粉絲 你在這邊蠻幸福的喔 這家黑胡椒麵還蠻好吃的 最主要就是它這個醬汁還蠻不錯的 然後麵條煮的恰到好處也不會過爛 然後其他的部分都是可圈可點喔 CP值都很高 然後也做到它 該有的樣子喔 半熟蛋就半熟蛋 然後有雞蛋 肉也是那種整塊鯉雞肉 所以這家店的生意蠻好的喔 現在已經快9點了 但是還是幾乎呈現9分 9分滿的狀況喔 確實越吃越好吃喔 好,那這個麵的評價我要給它95分喔 它如果人很親切一點就好了 剛剛我本來想訪問它的 就是那個煎台老闆說不行 好,總之這是一個CP值非常高的鐵板麵喔 我很喜歡 然後它的份量也蠻夠的 很好吃 那這家店就很推薦各位朋友來吃了 CP值高,口味又好 好,那鐵板麵大致上就是這樣喔 CP值很高的鐵板麵 好,我現在故意把麵吃完只留下醬汁喔 那這邊可以看到就是有點這個洋蔥水喔 還有點肉末 然後胡椒粒 然後還有玉米 胡蘿蔔 胡蘿蔔,紅蘿蔔這些喔 炒出來的醬 所以它有這個蔬菜的甜味喔 跟一般早餐用的純粹黑胡椒醬那種 不太用心那種不一樣 比較西式的做法 算正統西式的做法喔 雖然不是他們做的 然後這個醬花是很好吃的喔 等於說有這個蔬菜的甘甜味在裡面 所以不會感覺讓那個黑胡椒它過辣喔 然後也不會過於濃稠 意思就是它這個醬汁 蠻用心的喔 所以它這個鐵板麵就才會這麼好吃 好,再來是這家的 特調冰咖啡喔 我沒有選研磨的啦 就一般的來吃喝喝看 因為我是選那種比較便宜的特調喔 應該是那種整盒的咖啡煮好之後 再加奶精啊糖去調味這樣 如果以10分來講 百分比來講 它的咖啡的味道大概有3到4分 然後甜度2分吧 然後這個奶精的味道1分 所以 剩下4分是水的味道喔 應該是6分 算是剛好不會很濃郁 也不會很清淡的咖啡 可是以早餐店這種便宜的咖啡來講 它的味道算香的喔 不會讓你感覺說這個咖啡很 很廉價的感覺 還不錯 就是應該是用咖啡壺去煮出來的咖啡吧 我的猜測 好那 這個咖啡分數我給它80分 還OK 但是鐵板麵讓我非常驚豔 很好吃 那網友 你住在這邊蠻幸福的 蠻多好吃的東西喔 因為它這邊沒有名片齁 那就 在這個畫面結束 那我 之後再從網路上找到資料 再填到資訊欄喔 那原則上這邊就是 CP值很高 然後人輕味很夠喔 只是因為不認識我 所以 不太想讓我採訪喔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謝謝